王岐山秘书高升 李长春秘书被免 二号首长再被聚焦 日前 中国国务院发布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信息 其中刚刚现任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原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前秘书周亮 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而同样是前政治局常委 主管文宣系统的李长春的秘书张江 则被免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 在很多西方媒体对此的报告中 为其盖上中国政治文化中人走查量或权力继承的标签 当然这仍然是用一种旧有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人事任免 不过由此引述另外一个话题 在中国政治中 秘书究竟是什么 为何某名高官秘书的升迁和任免 能够被视为一种政治信号呢 在中国政坛 秘书从政并非新鲜话题 秘书身官的例子多不胜数 李鸿忠 周强等中共高官都是秘书出身 但能官拜总理实属罕见 尤其是温家宝作为非正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 不仅仕途未断 且在北重用 一度引起外界对秘书实力的关注 而周永康的私任秘书 郭永祥 李华林 沈定成 纪文林最终分别管制四川省副主席 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中油国际党委书记 海南省副省长 军官至高位 秘书在政治中所能发挥出的巨大政治能量让人感到惊讶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共逐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之后 秘书不在如此前那样有着过多的政治符号 更多的是开始进入按部就班的履职工作 对于很多官员来说 有一个好的秘书很重要 除了给领导写稿子 料理工作中的琐碎事物 例如安排日程之外 还因为长期跟随领导 有的秘书还能有效延续自己的思想和指令 长期的工作室的领导人对自己的秘书有了一种一官义 有一亲的关系 在自己升迁或者退休之前 往往会给自己的秘书安排一个好的去处 很多观察者对于长期从事秘书的官员 普遍认为执政能力存在不足 但是也有巨大的优势 就是具有极高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准 从现实角度看 通常只能选择做幕后者 在中共党内 秘书可以替首长做出很多决断 却无法将自己的个性突出 在党外 几乎没有任何面对媒体的机会 这是中共的纪律所决定的 分析指 近三十年中 中共官员秘书的人选 虽普遍认同早年间的政治追随者 但从现任领导人的个性方面考察 更倾向于志同道合者 遵循习近平倡导的五湖四海用人观 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任同者 同行者 同盟者的渐进合作关系 资料显示 此次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的张江 1956年生 现年61岁 他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2002年11月起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 李长春办公室主任 政局级 辽宁省委宣传部长 省委常委 2013年7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张江和李长春的渊源颇深 李长春于1998至2002年主政广东期间 张江是其得力助手 李长春2002年底担任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后 张江出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副组长 李长春办公室主任职务 并于2008年10月调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 而刚刚成为银监会副主席的周亮 现年46岁 自1996年起先后在广东省政府办公厅 国务院提改办 海南省委办公厅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 中纪委等单位工作 在广东时 周亮曾担任时任常务副省长的 王岐山的秘书 经历过其间广东金融秩序整顿的全过程 此后一直跟随着王岐山至中纪委 前后达25年 2015年8月 时任中纪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周亮 转为部长 副部长级 据12月7日报道 实际上11月20日银监会内部 已公布了周亮履新的消息 最近周确定了分管部门 包括股份制银行部 政策性银行 政策研究局 信息科技部等